谈一下国光剧校现在的情况 国光剧团它不是剧校 它是剧团 它是在1995年 就是三军剧团解散之后呢 国光剧团跟着就成立了 它就是三军剧团的解散的这些人 大部分都到国光来了 那么但是在 在现在呢 有更多的都是年轻的 年轻的这个团员 那么这些年轻的团员呢 都是从戏曲学院毕业的 因为台湾有一个戏曲学院 就是过去的复兴 各位知道吗 复兴剧校 复兴剧校后来呢 就结合了三军剧校 一起合并了 就叫国光剧校 后来呢又合并了 就变成这个现在的叫戏曲学院 所以呢 现在台湾的差不多的京剧的人才呢 都是这个戏曲学院培养的 它有演员 有音乐组 还有歌仔细组 还有这个客家戏组 还有这个 这个舞美 舞美 还有 它现在有没有那个 就是 李唐华的那个 就是那个杂技 那个杂技那个部分 好像现在还有 然后还有音乐组 所以戏曲学院 其实是一个满 满完整的一个 培养戏曲人才的一个学校 好的 还有哪位朋友 要提问 要客气哦 您喜欢哪一阵 后面有一位 请说 哪一位 我想问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 文老师开始介绍的时候 那个细校 有何当的 分配 您就分到了 轻衣组 轻衣组 那就是 您是为什么要选择 梅派呢 在轻衣里面有很多其他的派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很多朋友都喜欢 唱轻衣 但是 这个轻衣的话 有很多的派 如果 比如说我喜欢梅派 或者张派 那对于一些很难找到老师的朋友 他怎么去学呢 他是 从那个流派去学呢 还是 还是从那个老的一些过去的基础的去学 就是怎么去学 如果有老师当然像您那样的老师可以请教他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什么这样的条件 就这两个问题 是 像我这样的演员 其实要教戏也有点浪费了 因为教戏真的很累 非常累 非常花时间 那我们小的时候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分科分道 不管是轻衣组也好 其他的花旦组也好 当马旦组也好 都是当时的老师在教我们的戏 那个时候呢 不是那么讲究所谓的流派 就是年纪小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那么早就开始分这个流派 因为流派的表演 他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怎么讲的 他是比较私房的 比如我们说梅派的表演也好 陈派的张派也好 他其实是需要有一些老师 再给你进修的 他是进修的老师来教你的 不是开蒙的老师 开蒙的老师 一般就是训练你的声音 然后教你几出所谓开蒙系 比如说像轻衣的人 要学什么女起戒啊 什么什么这些的 那么这些都还讲不上什么 太明显的流派 这要等到你毕业 慢慢自己成长之后 你的机缘 你会碰到什么样的老师 不知道 但是呢也就是说 其实我刚刚就讲了四大名 但是我们的礼物的意思 就在于说 你总能找到一种方式 是符合哪一种的表演的方法 就比如说你的嗓子不是太好 也OK 你可以学成派 对不对 你嗓子很好 你可以唱张派 唱每一派都可以 那就看你自己 有什么样的机缘 能够碰到人 怎么样的告诉你 那么另外票界的朋友呢 我觉得现在票界的朋友啊 也很 就是说 没有什么机会看到更多的戏 所以呢 大部分的年轻人 或者说是没有接触过的 这个唱者呢 他是没有耳音的 就是说 他听不太出来 这个好坏 他听不出来流派 其实他真的是 有些听不出来 那么有些有一些这个经验呢 或者说是能够碰到一些老师 能够好好教的话 那当然就是 是最好了 但是我觉得 我建议了 还是找到你喜欢的声腔 多听 多去熏陶 因为戏曲它本身就是一个熏陶的过程 你没有那个熏陶 你真的 刚开始学的时候 很难入门 非常难入门 就像我说 就像你要唱卡罗OK 你也要把一些歌都学会了 你才能唱嘛 对不对 你不能说你什么都没学 你就去唱卡罗OK 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你学金句比唱歌要难多了 你怎么会说 这个唱金系 我不会唱 我就可以来学 那是不可能的 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前置作业 你起码要有几年的 几年的这个经验 去听它 去熏陶它 去喜欢它 然后慢慢再来讲 你要不要做一个所谓的票友 要开始学唱 所以我觉得 应该是先欣赏戏剧才是重要的吧 先开始知道欣赏戏剧 然后你才能够慢慢 听到某一段唱了 你很喜欢了 我喜欢唱老生 你听得懂了 你开始会跟着哼了 要不然的话 你连跟着哼都不行的话 哪个老师教你也没有用 对不对 OK 好 请说 老师 谢谢您的精彩的演讲 我的耳音也不好 我听你刚才唱 是不是您就是 您的新天系是有很多是用了大嗓 小嗓和大嗓结合 是不是 我就觉得 是不是就说 您有一种想创新 想自己形成一派 从来没想过 因为这个流派这件事情 我认为就是在民国时期 就已经结束了 就是流派是在那个年代 是可以存在的 而且也是 南旦 他的一个特殊性 所以他能够建立 他统一的风格 比如说梅兰框的戏 是非先即后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 他绝对不可能 今天演杨贵妃 明天演王熙凤 绝对不可能 因为这是性别的一个关系 那么至于说 唱新的这个唱腔 要怎么唱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设限 我反正就是唱 觉得它好听就OK了 至于说是不是大嗓 我倒没有这样子 特别的说 要用特别的 什么样的方式去唱 我已经讲了 我们真的在编戏的时候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它是金歌 它就是一出戏里面的 一个唱段 所以这是跟角色有关的 它跟所谓的唱曲 是没有关系的 OK 那我只是说觉得这一段好听 我唱给大家听 OK 请说 我觉得你有一个创新 就是你刚才的那些角色里面 角色里面 像王熙凤 还有那个马克白夫人 还有罗兰丽 以及曹琪桥 他们都是跟传统期非常相 传统期一直讲 就很专装 很娴熟的 可是这几位女的呢 不是野心大 就是很剥辣 就是副仇心很强 所以他们完全是 你已经看到 比如说 新衣 花旦 钢马旦 老旦 这些都不是什么 这些旦你被之为是剥辣旦 或者是副仇旦 或者是人性 就是他们有一个性 所以我觉得 您已经创造了一个新的 这种旦语 谢谢 我想这个是因为 时代不同了 我们对于女性的认知 没有那么单一了 尤其是这个时代 各种不同的女性的内在 慢慢也被我们挖掘 所以我们 我觉得我 就是说 我介绍梅兰芳 但是因为我永远成为不了梅兰芳 因为梅兰芳是男性 演员在 扮演女性 所以她有她的一个风格 但是她也有她的限制 就像我刚刚讲 她不能够 一下演杨贵妃 一下演王熙凤 就等于说 一下子好的 一下子坏的 在她的这个风格的建立来讲 她是 这样做是没有办法 就是她没有办法建立风格 但是我们这个年代 是属于我们这一代的人 我们可以做的 我不需要再向各位 介绍我是女的吧 对不对 我不需要再把自己弄得很美 好像一定要是女性的这种特色 我不需要 但是我需要做的是什么 挖掘更多不同女性的内在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 在一百年前的梅兰芳 跟这个时代的未来女 她有很大的不同的点 就在于我们是活在当代 当代的女性 她不再讲究所谓 是不是女性化 现在这个性别的 性别的这个改变 已经是太多样化了 太多样化了 我之前到了那个 我要死里去演讲的时候 很有趣 一个老师跟我说 他说现在的很多的学生 因为她是女校吧 那么这些女校就跟老师抗议 抗议说 不可以只有所谓的女性跟女同性 她要有七种 七种女性的这个所谓的性 就是所谓的这个要叫性相 然后好像不晓得是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 希望校长能够做某一些举动 就校长没有答应 就这些学生就把校长的教育 他的办公室给烧了 所以可见 就是说现在其实 现在的社会 现在的世界是我们真的不太了解的 所以我们只能就说很谦卑的 我们去挖掘 我们想象的去演出各种不同的角色 当然我们也不可能说是 我说了就算了 对不对 我只是演出这个角色 那观众如果觉得 这个角色是他 觉得很会产生共鸣 会产生一种同情 会产生一种怜悯 那我觉得我就已经做到了 就是说那种所谓的真实 戏剧讲的真善美 其实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它是真的 那个真不代表的一个事实 它代表的是一种真性情 真性情 所以我前两天也讲 好像他们要叫我去讲一个政治跟艺术 我说这根本是风马流不相及 因为我说政治跟艺术绝对没有办法在一起 因为政治是假的 它是真的假的 那么戏曲呢 是假的真的 好 这位朋友啊 好的 玉老师 您刚才讲到了 京剧的学院形式 以及这个京剧的学院城市 您也提到了一桌二楼 是 那么好 那么上世纪初的 刚刚 现在是吗 您请说 上世纪初呢 那些您刚才提到的那些古刚剧 天里串花呀 这些 对不起啊 虽然也是新编的 但是他们都没有脱离这个京剧的 这个 范畴 对 那么 而且它也是用了京剧的形式 是 我就是说 您在 谢谢 那您在 这个 编这些 新的这种 聚目的时候 是怎么考虑把这个 比如说像刚才 马江桌上了 上了这种舞台 这还是京剧的城市吗 我就想您是怎么来把握这个 就是说 让大家既认为 它又是京剧 它不是化学的 京唱 而且 又认为它是京剧 而且大家也没接受 京剧的那个协议 这个是怎么来把握的 好 OK了吗 就像 比如说就像 现在很多的新编剧 比如说像 后来编的这个赤笔之弹 把真的船都放在了 在这一点 是怎么来 根据 今天来 散地 谢谢 OK好 谢谢你 要演出一个新戏 要创作一个新戏 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 那是一个 一个团队 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作品 而且是经过了 而且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 才能够创造出来的一个戏 我们这么多年来演了好多好多的戏 那每一出戏呢 都有一种 就是好像是社会议题的这个感觉 但是你说的 唯独没有你说的这个 因为这个我觉得 是我们已经过去了一个过程 就是他到底还信不信金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讲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过时这句话 什么叫金句信不信金 金句本来就是一个戏曲的展现 那么它要成为什么样子 那就是在当下这一群人所创造出来的 它就成为这个样子 然后明天我们又做另外一个戏 它又成为另外一个样子 当我们没有这些框架的时候 我们的世界就变得很宽广了 如果我们一定要讲说 我们就是标准的金句 我们是不可动摇的 这个时候 其实你就已经把你的路给切死了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时代其实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 所以我也希望你在看戏的时候 绝对不要去想那个问题 就是你只要想喜不喜欢就好了 你不喜欢就不要去看嘛 你去看你喜欢的就好了嘛 所以我就觉得 当一个观众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有包袱进道剧场 那你会很痛苦 你看这个也不顺眼 看那个也不顺眼 那什么玩意儿啊 当你全部都没有的时候 你会被打动 不晓得你会被哪一句话打动 因为这就是现代 就是这个时代 但是我们的剧种 它偏偏是一个 是一个在演古人的剧种 我们只能靠古人的故事 来串演现在的一些心境的变化 因为我觉得 我简单的例子 我这个举这个例子 已经举了很多了 就是我们出门的时候 就是在传统戏里面 一定要这样子出门 对不对 我们要这样关门 要这样关门 但你说演现代的心 你就这么关门 这么开门了 对不对 你当然要这样就进去了 那就没有美感了嘛 就像我们刚刚讲 梅兰芳在那个年代 她也做过现代戏啊 她那个时候是 二零年代初期啊 二零一 一几年啊 你看一六年吧 他们也去做现代戏啊 就发现那个 本来唱青衣的有过门的 本来都还可以多多水秀 整整病 就是古代 古代的表演 就是你演古代人的时候 它是有距离的 有距离而产生美感 但你演一个现代人 你穿着那个衣服 你就没有办法 你就只能这样 走过来 走过去 就没有办法 有更多的手段 可以加强 它的美感的这个呈现 所以我想戏剧 我讲一个 我最受震撼的一个教育吧 就是我在09年跟那个 Robert Wilson合作的一个 独角戏叫欧兰朵 那么这个戏是一个很特别的戏 我就不讲了 我正在讲我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 我所遇到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那件事情就彻底的把我打醒了 就是他呢 就让这个我们的音乐组啊 就是吹奏一段曲牌 就是这样 这样子的一个曲牌 有唢呐 有笛子 有什么什么什么 乐器很多 然后他听了一天之后呢 他第二天又来 他说这样子 他说你们啊 再帮我演奏一遍 但是过了一分钟之后 你们开始乱奏 然后当天就形成这样子 就变成这样了 我不晓得你们有什么感觉 这在我的想法就是 金句还没有以前 它是什么样子 你也不知道啊 对不对 所以我 不管是什么吧 反正也就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不要没守成规 在这个时代还没守成规 你活不下去了 真的 这个时代就是要改变 就是改变 不管是改变自己 最主要是改变自己 因为有很多演员 也不敢跨出那一步 也觉得说 我唱戏唱的 非常有名气了 我就不会去动别的 我是不管的 我什么都敢结 我什么都敢演 因为我觉得开发我自己 才是我 此生最重要的成长的一个 一个机会 我如果不去做那些 我才是真正的难过 让我只唱一种样子 我绝对没有办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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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的朋友提问 线上的艺荣荣朋友 您在吗 您可以 开开你的麦克 你让提问懂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待会儿再说 我们待会儿还有机会再谈嘛 我们把机会让给没有 刚刚好像那位男士 戴口罩那位男士 来 您这种创新创意 在台湾联系当中的影响程度和喜欢程度是个什么的 因为我没去过台湾不知道 那么呢 相连的就是说您这个创意的动作 可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 就是革新金句给金句带来新的面容 那么就是说 我想问一问您 您 您觉得您这个金句在台湾这个未来的状况 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同样的问题呢 曾经在一个机会上大陆的一个影响 我现在给过台湾的一个影响 我现在听得很不通 各位刚刚刚有没有听到这位朋友说的 那我要先这个声明 我们绝对不是革新金句 你千万不要误会了 你千万不要误会了 但是这个传统 但是这个传统是在封建时代尾巴的一些作品 那么他基本上在这个观念上 其实他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东西 那么我们是现代人 那我们在这个时代 如果我们不做属于我们的想法的戏的话 我认为我们是缺席的 所以在这一点我一定要跟你生命 绝对不是改革金句 我反而觉得当我在唱传统老戏的时候 我比谁都要传统 我比谁都要更进入梅派的唱腔 所谓原知原味的部分 要不然你自己 你现在去看 在大陆有很多的演员 其实已经 已经没有梅味了 那我也不懂 这大概就是他们听得太少了 就是好 你怎么样去取舍 这个我觉得这个现在也难了 现在也没有 其实也没有什么定论 对不对 好 那我想今天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演讲 还有问答呢 我们就到这里 待会儿还有时间再聊天 好不好 那么谢谢各位跟我一起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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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